嗨各位小财神今天你过得还好吗 我是宝可梦 今天呢一样回到我们的单元 就是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宝可梦的这个生日期 然后读书心得比赛 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九支影片 也要跟大家聊聊说 今天的主题是被动收入 就是我们这个投稿的这个朋友呢 他是白先生 那他分享的就是说 他看了我的书里面 他找到的重点 他觉得对他启发最大的就是 被动收入 跟你的梦想是否有可能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来看一下就是他的心得 好不好 这个白先生的部分呢 白茶好是第九位参赛者 以时间顺序这样排下来 他说5月27号宝大在直播 教导大家如何拥有被动收入 宝大提到自己目前的收入 已经是本心的一辈了 诸实令人羡慕 羡慕的不是宝大可以提早退休 而是宝大已经找到一个可以终身热爱的事业 为此事业他可以乐此不彼 全身投入都不嫌累 不仅从这个事业中得到成就 同时也造福周遭的人 分享省钱的秘诀 理财的观念造福人群 所以我觉得跟大家谈了很多 然后包括我之前也有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是被动收入 然后或者是你的梦想 你的事业这些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他就是 大家不爱看 就是点击率很差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还是要讲 该做还是要做 就好像一开始我在写我的部落格文章的时候 就是没什么人看 但是没有关系 你还是要持续很不断的去耕耘 不断的去做 你讲讲讲讲到嘴巴烂掉 有一天一定会被人家听到 那我这边还是一样的情形 就是说我只要讲信用卡 就很多人都会来看 但是你讲一些梦想 讲一些退休什么的人 这样就会说 你怎么够资格去讲这件事情 但是事实上 我的确是有点资格了 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开心的事情 而且我可以赚的钱 已经是比我的本钱还多了 所以我可以靠这些副业 赚取额外的收入 并且放到投资市场里面 去做投资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本身 已经实行 而且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是跟大家分享 也请你就是 不要叫不起宝可梦好吧 今天的话呢 就是持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非常的有趣 白先生的第二段他说 对于上班族日复一日的工作感到厌倦 常常想着 哎 要是能够退休该有多好啊 但或许我们都把退休 无所事事的生活 或是逍遥自在画上等号 退休的头几天 可能会因为轻松感到快乐 但是漫无目的的生活 持续了一个月 一年 两年 真的会让人觉得快乐 所以这也是我在我的投资理财讲座里面 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你 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怎么去算出 我们需要的退休金 甚至一个月存多少钱 我都带你算过了 但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说 当你真的面临退休了 比如说 你65岁退休好了 那你65岁到你过世 可能至少有25到30年的时间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你的人生下半场才要正正开打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每天闲闲无事在家闲晃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浪费生命了 所以现在的你如果是跟我一样二三十岁 或者更年轻的你十七十八岁 是不是可以开始静下心来去想一想 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就算是人家不付钱给你 你也做的甘之如矣的工作是什么 或者是你的兴趣是什么 如果你有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并且开始在现在的当下 开始去实行 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的确你不用等到30年后你才退休 现在你就可以过着你的退休生活了 你转换一个信念 转换一个想法 其实你也可以过得很自在 而不用觉得说每天朝九晚五上班 就是为了等下班 为了等周末 然后我可以耍废 不想面对礼拜一 礼拜一上班好痛苦 其实我们小资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很羡慕 有一些人就是 他可以找到他自己的兴趣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就可以付他薪水 过得非常好的生活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 就是说你的兴趣如果真的变成你的工作 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厌烦 甚至你就开始对这个工作 失去了兴趣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去调配 你的本职工作跟你自己的兴趣 或者是你可以培养多种不同的兴趣 这些不同的兴趣慢慢培养起来 可以变成你不同的事业线 你可以收到好几份不同的副业的收入 这样是不是也是美食一桩的 所以这是提供大家参考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个白先生讲说 拜读完保大的书后获得最大的启示 就是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一个愿意投入终身的热血成就 即便这样的事业没有办法有收入 但只要自己能够从这样的事业中找到成就 热情健康 只要自己能因为这个事业每天充满干净的起床 就可以当成是自己的终身事业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每天我很晚才睡觉可能一两点 但是我早上六七点就起床 起床第一件事情是干嘛 当然就是赶快找一些关键的这个新闻 或者是要是跟大家分享 也请大家就是 就是赶快来关注这些消息 这对我来说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动作我已经做了两年一年了 非常的久 就是每天习惯就是这样 不论是平假日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新闻找资讯 赶快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对于你自己的兴趣跟志业 是这样子乐此不彼在做的 那我相信你你会成功 因为宝可梦光是靠着这件事情只做了两年 的确就吸引了不少人的追踪 这件事情的确是可以有成效的 但是呢 这件事情会非常的累人 而且你必须要养成一个习惯 不然你基本上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好 那最后的部分呢 白先生说 不论是否退休呢 都能够满怀热情的从事 退休前也好 退休后也罢 都要有着目标生活才不枉此生 所以我觉得今天白先生的分享也很很不错 很重要就是讲到梦想这件事情 跟你想做的事情 这些东西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的确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 最大的乐事 我也希望你听了今天这个白先生的分享之后 你也能够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志业是什么 我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往那边就是拼命的往下走 那你就的确有可能接近成功 那前几天我去大户那边 跟大户团队在讨论 就是他们下半年的优惠的权益更新 他们询问了宝可梦的意见 席间在谈论的中间我们有闲聊 就有聊到说 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到宝可梦这个人的 他会发现说 我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发影片 写文章 发贴文 都不用睡觉了吗 他们大户团队也觉得我是一个很猛的人 就是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那我就问他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宝可梦的影响力 或者是说大户 揪团 大家开大户的这个影响力 为什么会这么深远 跟其他人拉出了这么长的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他就说 其实大部分的人 可能对于信用卡推广 或者是数位账户的推广 都只是当做是 play for fun 玩一玩 或者是说 他们就只是单纯的分享 或者是说他们想努力分享 但是理由未来没有办法 不过我是的确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我的志业 我的使命在做 所以我愿意花 比一般人多很多的时间跟心力在分享 但是我不求回报 甚至回报是很少的 也有可能回报就是一笔 但是我做了十件事情 所以再让大家有机会去看到更多更多不可能的东西 这就是我跟其他人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一样 一个道理就是说 如果你找到你喜有兴趣的东西 就算人家没有付钱给你 你也会去做分享 那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成功的关键 所以宝可梦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key point 如果你想要成功 就真的要不辞辛劳 不济酬劳 真的认真的拼命的去做 那你才有可能成功 那前提就是你那股热情的火 不能被交袭 所以你一定要真的是喜欢这个东西 你才能够 这个树叶匪蟹 真的不断的去燃烧自己 去做这件事情 但重点是你的身体来照顾好了 像我的话还是要想办法去运动 就不能够太劳累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白先生的这个心得分享 就到这边一告一段落 如果你真的觉得不错 也欢迎你赶快来订阅一下 然后小铃铛开起来 最新的消息呢 一样会放送到你的email里面去 你就可以收到了这样子 也别忘了就是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就是朝自己的梦想迈进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这些鸡汤罐给你 你可以就是喝了之后心满意出 然后就开始去找自己人生的第二春 或者是朝梦想迈进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